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這可能待會要來跟老師請教一下 2022年的11月到2023年的1月份的時候 連續三個月的升值 美元的指數是走弱的 再來看他們就講說 大陸的經濟前景有改善嗎 跨境資本的大幅流入 以及年底季節性的結匯力量推動 是這樣嗎 老師 確實因為大陸後面波動比較大 所以我們看其實1月跟2月來講的話 流入跟流出這個部分 升扁這個部分基本上是差別不是很大 但是代表什麼 代表它波動一定會加大 所以今年人民幣來講的話 因為人民幣來講的話 不可能跟國際全面的接軌 因為完全接軌來講的話 它人民幣叫國際化 國際化承受到的風險 跟金融性的風險 或者他害怕美國打金融戰 但是人民幣也常常 做一個全世界中國第一大的 進出口貿易大國 中國大陸一年的出口 佔全世界全球出口的15.1% 進出口佔全世界3.5% 怎麼可能跟所謂全世界的主要什麼 主要的經濟體的經濟所謂幣值是 特別是美元是完全是脫鉤的呢 所以說相當大一部分來講的話 人民幣的幣值當然有相當大一部分 是跟美元的強勢弱勢與否 大概息息相關 第二個也反映出說 中國內部的本身對於經濟增長的 跟經濟的動能 那第三個才是什麼 才是所謂央行裡面 對於所謂的幣值的這樣一個 所謂的政策主要如何 所以你看看全世界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都面臨到所謂的強勁的 所謂的升息的部分 你看中國大陸它不但沒有什麼升息 它有相當大一部分 還是在降低存款準備率 釋放出更多的所謂錢 來讓企業在貸款上 能夠取得一定進展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大概可以從這幾個指標來看的 嗯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替一位專家楚祥生 他又是對於匯率上面如何的說法 去年因為美國暴力是升息 造成的美元指數大幅度的彈升 他最高是到 大概在9月27號 談到114之後 因為大家都認為 貨幣政策可能會做調整 所以看到美元在10月份之後 一路走空 相對弱勢的格局 但是人民幣 因為當初 因為本身的經濟狀況 所以他一直到11月3號 才貶值到最高點到7.3 之後很明顯就一路 出現一個 一個升值的一個部分 一直到今年的1月13號 升值到6.76 那這個過程最主要是因為 美元相對一個弱勢的格局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美國的升息已經接近到了一個 一個盡頭 所以美元相對弱勢 但是我們注意到1月份 公佈了一些經濟數據 包括他的非農新增 包括他的CPI 事實上都顯示 美國的經濟狀況還不錯 而且美國的通膨 可能要下來的速度會比較緩慢 所以這時候整個市場 對於美國的貨幣政策 做了一些調整 接下來認為說 他可能會還持續鷹派的升息 所以這一波的美元指數 很明顯持續的彈升 到了105 當美元強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亞洲的貨幣 包括人民幣 包括台幣 都出現貶值的狀況 那這一波人民幣 事實上最高貶值到6.955 非常的明顯 那但是我們注意到了 很明顯 最近有新公佈了 中國大陸的PMI的數字 表現得非常的好 大家都認為說 也許未來 中國大陸可能解封之後 經濟有機會慢慢的起飛 所以看起來人民幣 很明顯在昨天 出現大幅度升值的一個走勢 我個人認為 全球的貨幣 基本上還是要參考 美元指數 非常的重要 美元指數如果這一波 升值到106之上 人民幣有可能短暫 貶值破7 如果 美元指數沒有破106 我覺得人民幣 可能到7的機會都不大 但是有一點 美元指數連續走了 13年的多頭 因為它的升息 已經大概告一個段落了 未來 美元指數可能 走緩步走空的機會 應該是比較大 兩會期間比較敏感 它不希望 它的股市會是有大幅度的一個波動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出現異常的狀況 我覺得人行會出來干預 但是目前都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 所以我個人覺得 暫時干預的機會不大 但有一點 國際市場還是認為 中國大陸解封之後 它的經濟有機會慢慢恢復到過去的相對的活力 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人民幣相對是比較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支撐 你可以看到 這個最新公佈的PMI數字出來之後 人民幣又大幅度的一個升值 所以說未來 中國大陸經濟數據 還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個人還是覺得 因為 美國在去年的 這個美元指數 真的升的幅度非常非常大 又快 其中最主要是因為暴力之升息 那現在如果升息已經接近告一段落 所以我個人還是覺得 美元指數相對弱勢的格局居多 那中間當然要看 經濟數據 要看 相關的FED貨幣政策 除非 他今年升息的目標 超過了5.5以上 到6 不然我覺得 美元相對弱勢的格局應該是確定 好了我們剛剛看的 是華南投顧的董事長他的分析 那麼今年的時候 1月份的時候 人民幣 它對美元是升值的近2.8% 2月份的時候 是貶值2.69% 我們先來問一下智偉 這個人民幣匯率 我個人可以說是 從剛剛講到現在 光是這個議題 我應該是有切膚之痛的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剛駐點的時候 我們匯率都不用看 就是8.2144 就是因為美元 僅盯美元 後來 在我駐點不久之後就聽說 他們要進行 匯率改革 人民幣匯改 然後不僅盯美元 僅盯一攬子貨幣 當時我做了這個新聞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代表什麼意義 結果後來 在隨後的一兩年裡面 很快就看到人民幣 撐撐撐 就不斷地升值 然後很多人 每次去住點台商就跟我說 我存那個人民幣 我又賺了多少錢這樣子 哇好棒 結果後來我就又拿了我的台幣 又把它換成人民幣 存到那邊去 它就不再動了 所以後來就一直卡在那裡 大概那時候買好像是6點多 對美元6點多 但後來現在又降到7 所以應該是又虧了 所以還是要讀書 不過除了這個以外 我想請教老師 就是說 您剛剛提到在人民幣國際化 當然它有一定的風險 它也不見得有完整的動機 但是最近可以看到 它盡量在推動 包括當他們的利用人民幣計價 在國際間 包括跟俄羅斯買原料 或是燃料 或是跟撒地 他也推動是利用人民幣計價石油 但好像撒地那邊是沒有這個意願 那不知道老師怎麼看這件事情 應該來看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如果就石油價格來看的話 全世界的全球 全球的這樣一個石油 大概80%都還是美元 作為主要的機價的一個標的 然後歐元才會斥資 那大陸方面想切入這個系統 是可以理解 所以說像 沙烏地阿拉伯 這樣一個全世界 這麼大的一個石油出租國 我覺得它不容易 但是呢 像伊拉克這樣一個國家 中國是伊拉克最大的一個貿易夥伴 也是最大的石油採購 像這個他很有可能 會開始用人民幣來這個部分 來作為嘗試 看看有沒有可能 那中國大陸這幾年來 他看到什麼 他也看到美國所建構的 所以美國的霸權 其實不是只有美國的軍事 跟美國價值 美國霸權最厲害 應該是Suite 就透過美國這一套的 金融的全球跨境系統 所以中國大陸 他們現在這幾年來 在推動人民幣的跨境 這樣一個支付系統 就是我們講CHIP 但是當然有沒有成效 有一點點成效 這個成效不太有原因在哪裡 因為相當大一部分 你如果所謂讓人民幣 要成為國際上的主要的 一些所謂貨幣 甚至交易貨幣跟強勢貨幣 你相當大一部分 你人民幣必須要進行 所謂的國際化 可是人民幣國際化裡面 北京現在很擔心的 就美國對中國打的貿易戰 其實是打假球 因為打科技戰是打真的 那打有關於金融戰這個部分 北京方面非常重視這個議題 因此如果是人民幣的 快速的國際化 當然就要承擔什麼 承擔有關於更大的一些可能 金融性的一些風險本身 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短期 北京方面應該會透過什麼 透過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這樣一個chip的系統 透過所謂的數位人民幣 這個部分 慢慢什麼 慢慢弱化以美國 這樣一個美元為交易本位的 但是你說要一時之間 要取代美元 或者說跟美元來分庭抗禮 我想說大概短期內 大概這個問題 至少在未來五年之內 這個議題應該都不會出現的 沒錯 那剛剛的時候 老師竟然提到了人民幣 我們再來看一下 習近平他是要加速了去美元化 當然也有當專家打臉 這樣子其實是不現實的 好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就是習近平他推動了石油 跟天然氣的貿易 以人民幣來做結算 而且他還開發了人民幣的 跨境支付系統 也就是中國版的Swift 減持了美國債 以及增加了黃金儲備 這些都是去美元化 那麼提到了習近平在去年底的時候 他其實是出訪了中東 主要的就是剛剛說的 要推動石油跟天然氣的貿易 主要的他希望能夠用人民幣的來計價 好 那麼使用的美元以外的貨幣 來進行了這個貿易 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也就是沙奧地阿拉伯 他是持開放的態度 而且一旦沙奧地阿拉伯 他接受的人民幣結算 就會衝擊到了美元 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來看一下呢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吉呢 他就曾經說過了 控制石油 就等於控制了所有的國家 控制貨幣呢 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因此呢 美國呢 他要稱霸全球石油跟美元 就曾發生了非常關鍵性的作用哦 那現在來看一下呢 美元地位現在呢 是暫時難以取代的 因為呢 他佔了全球的儲備貨幣量 百分之六十 而大陸呢 嚴格控制了人民幣 不允許完全的兌換哦 美元的信貸市場流動性增強 而且美國政府呢 是充分信譽的這個 有充分信譽的來支撐 再來看一下呢 那就是全球的安全分析研究所的所長 魯夫特呢 他就講了 人民幣呢 雖然一時無法撼動美元的霸權 但是呢 有望在數年內超越了日元跟英鎊 而大陸的經濟學家呢 則說了 美中在金融脫鉤上面不現實 好 那麼來看一下大陸呢 對於去美元化的討論 他認為是過於情緒化的 所以他建議哦 在尚未懸衡利弊得失之前的時候呢 不要去倉促做決定 老師你覺得呢 我想當然是如此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講過 中國大陸 它是全世界第一大的進出口貿易大國 它的出口占WTO大概有15.1% 像一個重大重要的所謂出口大國當中 當國際上還是以美元作為一個主要交易 當大家用Suite還是作為一個彼此 這樣一個查證的情況是 中國大陸一時之間想要創出 走出另外一套的系統 短期當然來看是難度非常非常的高了 這第一個來講話 那第二個中國大陸想逐步擺脫以美元做一個建構霸權 那這是一個長期的戰略目標 那這個戰略目標當中來講的話 短期它當然不會超之過激嘛 因為超之過激 當然它承擔的一些風險代價這很大 要嘛選擇自己人民幣進一步的擴大開放 但是可能會承受到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以及包括在金融戰當中承受到重大的一些風險跟隱憂 那第二個來講 因此怎麼穩步區間的 就是慢慢他們所講的 推動他們所謂chip系統 就是人民幣作為一個跨境的系統 配合數位人民幣的這樣一個 所謂的這個這個 數位人民幣的推動 在慢慢在部分的國家 像我們剛才所看到的俄羅斯也好 伊拉克也好 或者說很多跟中國做一個主要貿易的這些國家 那他們對美國跟美元的依賴並不深 從這個國家慢慢來著手來講的話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下子之間要做結構性的改變 我覺得說就有點像大躍進一樣 是會患下重大的風險的 沒錯 而且呢美元呢 它作為儲備貨幣呢 它只被美國的盟友所使用 像土耳其 沙烏地阿拉伯和南非等國家呢 他們呢在持有其他的儲備貨幣方面呢 有更多的選擇 那這樣的話呢 只會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和軟實力的巨大來源 這樣會使得世界呢 更加的動盪跟不安 所以的話呢 在這個去美元化目前為止的時候呢 還要來繼續觀察